美国第一夫人吉尔二度感染新冠肺炎 白宫透露她的情况良好 只出现一些轻微症状 至于总统拜登过去三天的检测都成阴性 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另外新冠肺炎疫苗制造商莫德纳和辉瑞 在同一时间透露 各自的改良版疫苗临床实验都显示 能够产生大量抗体 相信能对抗传染性更强的BA-286高度变异子毒株 72岁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星期一再次感染新冠肺炎 这也是她去年8月首次感染之后第二次确诊 作为密切接触者的总统拜登也立刻检测 所幸从星期一到星期三的三次检测都成阴性 相信没有被妻子传染 高龄80岁的拜登曾经在去年7月两次确诊 不过当时她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和两剂加强针 因此感染的症状轻微 另外疫苗研发公司辉瑞和莫德纳 星期三同时宣布 各自研发的改良版新冠肺炎 现实核糖核酸疫苗 临床试验显示 注射之后可产生大量抗体 尤其是对VA286高度变异子毒株的抗体 增加8.7倍 相信能够对抗这款传染性更高的毒株 辉瑞预计今年秋季就能够推出这款改良版疫苗 而莫德纳的改良版疫苗 也有望在这个月内推出市面 不过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管局批准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 也还在密切观察改良版疫苗的使用效果 请不吝点赞订阅